第四十七 叫做安驢子 安驢子 安驢子这个药是中医伤科在用的 伤科在用的 那这个药呢 主活血化于内脏 五脏的出血 撞伤打伤 这个是苦味的药 药很苦 四十七 这是伤科的药 主活血化于 活血化于 所有的痛 都可以使用 伤科的药在用的时候 诸位内脯跟外脯都可以 你可以泡到药酒里面 涂也可以 内脯也可以 那 这个幸苦 苦味的主卸下 这个苦味能够煎 能够让它 虚弱的地方坚硬起来 同时呢 这个苦味能够 务心脏嘛 好 务心脏 所以能够活血化于 好 所以别入所疗 心下肩 那 自 叠达损伤 一般病里面调理 用的不多 那老师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病人 有内 有淤血 身上有淤血 很简单 你舌头身上我看看 舌头身上一看 老师他上面生个黑字 淤血 有的时候在那边黑黑的 一粒一粒小小的 这是淤血 还有呢 脚近骨小腿拉起来 一看 从三阴胶的地方 一直到 这个 地基 我们不有三皇吗 从地基三阴胶这一段 肌肤假错 皮肤干干的 干 剥血下来 老师奇怪 我其实这一段皮肤 好像蛇皮一样 常常褪皮一样 一块一块的 然后常常白血 就是腹部里面有淤血 腹腔里面 有淤血 好 有淤血 所以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好 那你如果说 病人也会陈述啊 有淤血就会痛啊 好 有痛 胸口里面痛啊 都会 好 这